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过四年的私塾 九岁的时候 就在县城一家小店里当杂工 可以说司徒美堂的童年非常悲惨 1880年12岁的司徒美堂 带着母亲借来的五十块钱去了美国谋生 出来乍到的她 只能在一些餐馆里做服务员 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司徒美堂和毛主席 因为当时许多华人经常受到当地美国人的欺压 因此在1885年时 司徒美堂加入了鸿门制公堂 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次年有一个外国人 在店里吃霸王餐 被司徒美堂失手打死 后来就是通过鸿门制公堂的人 赢就才得以出狱 1904年孙中山来了美国筹备革命事业 司徒美堂和孙中山聊了许多 并且在人力和财力上 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支持 两人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司徒美堂和毛主席 1931年918事变之后 司徒美堂在海外积极宣传抗日理念 竭尽全力地帮助国家筹集资金和物资 有力地支援了19陆军上海抗战 1937年全面抗战 发动美东地区乔社成立 纽约全铁华侨扛日救国筹奖总会 专司干会工作 一干就是五年 坚持每天早上实时上班 一直工作到深夜 尽力捐出 名列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十七伟华侨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 司徒美堂曾先后拜见了蒋介石和周总理 两相对比之下 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统治很不满意 于是转向了共产党 并在解放战争时期 给予了不少帮助 因此毛主席也很感谢了 1949年开国大典时 毛主席特意邀请司徒美堂 来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不仅如此 司徒美堂的两个儿子 也都十分优秀 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了不少贡献 司徒美堂大儿子司徒惠敏 原名司徒著 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 成年后 司徒惠敏先后任职中国著名电影技术专家 级导演 他曾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技术委员会主任 其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1987年4月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77岁 司徒惠敏小儿子司徒姐 192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 1937年考入北平艺砖雕塑系 1939年曾在新加坡从事德国雕塑家杜迪西 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砖雕塑系 1949年任教于国立北平艺砖 历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员 加拿大安大略省美术学院特聘住院美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欧美同学会会员 1952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 至1987年离休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因病于2005年4月9日 在美国洛杉矶逝世 享年85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